在骷髅各煮好大餐期间 他选择先来点开胃小菜 一道名为流浪汉堡的山珍海味 在城市阴暗的小巷里 男人捡起别人吃剩的汉堡 接着拿起一张干净的报纸 他略微看了眼标题 无家可归者谋杀事件 警方对此毫无头绪 他也没过多在意 推着小车给老友送去床单 老黑现在病得很重 而且还不愿意去医院 不巴只好出去找人帮忙 可他刚走没几步 一道人影缓缓靠近 老黑不由感到害怕 质问谁在外面 不巴听出是老友的惨叫 急忙朝着巷子跑去 纸批帐篷已经倒塌 在好一顿翻找后 终于摸到老黑的手 还想把他拉起来 却崩溃地发现 那竟然是断掉的手臂 附近的居民听到尖叫 随即表示要去报警 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他只能先跑路调查 此时牧原举行着演讲 会长也曾是无家可归者 现在事业有成后 宣布联合其他六人 建立感恩无家可归者协会 帮助死亡的流浪汉下葬 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接着示意杰西回答记者的问题 面对这番犀利的提问 他解释已经有很多这样组织 但没人在意流浪汉的后事 戴尔没法继续反驳 也就是这时 布巴在一旁吃起了自助 他被污蔑成了流浪汉杀手 可老板还是不满 戴尔工作态度很消极 经常酗酒导致不能首发 老板只能将其开除 戴尔也没留下的意思 随即便转身离开 可他已经交不起电费 房租拖欠了几个月 如果再找不到工作 他很快就会变成流浪汉 不料这时 戴尔发现厕所站这个人 布巴愤怒地揪着他 要不是他那篇报道 自己怎么会被警方通缉 现在他需要戴尔帮忙 布巴需要他去 无家可归者的目的 待到日落就能看到真相 戴尔负责调查这件事 他会搞定接下来的部分 由于市政官员和协会的人有关系 他还不能提供名字 约定明晚在小巷见面 随后便转身离开 第二天 戴尔拿着录音机到墓地 正好有流浪汉在下葬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杰西突然走了过来 表示他的发言印象深刻 眼见对方不讨厌自己 戴尔约他吃个午餐 顺便写点关于协会的小故事 杰西笑着答应下来 但他没想到 戴尔竟然带自己回家 而且还是吃汉堡 杰西却并没有生气 戴尔意识到时机到了 随即便按下录音开关 想问些私人性质的问题 好奇他的协会怎么样 杰西笑了笑没有回答 紧接着起身穿好衣服 他已经发现了录音机 急忙撕毁磁带的内容 戴尔也没拦着 总有办法能搞清楚 此时他按约定来到小巷 四周简直安静地可怕 一只手突然抓住戴尔 他挣扎到光亮处 看清那人是快死的不拔 整个人不由愣住 布巴怒骂蠢货 他待的时间不够长 戴尔不解有什么意义 他只需要把信息告诉自己 还有那些人的名字 可不管他如何呼喊 布巴已经没了气息 他不由感到头大 还想回家休息一下 发现房东竟然把锁给换了 他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只能学着流浪汉在车底将就一晚 第二天一早 戴尔来到报社 祈求恢复职位 可老板已经交接给同事 这个他曾经看不起的人 现在却将他踩在脚下 老板无视戴尔说起任务 今天要埋葬流浪汉杀手 过去肯定能抢到首发 戴尔默默转身离开 晚上布巴正式下葬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 土堆突然开始下降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土堆变得更低了 戴尔急忙抄起铁锹挖掘 直到半个身子的深度 他发现脚下有扇门 这就是布巴说的真相 戴尔吃痛地起身观察 这里像是一条矿道 过道旁放着斜灰的棺材 他只能盲目地往前走去 不料这时 身后的门突然打开 戴尔急忙沿着原路返回 可他根本没法回去 眼见灯光越来越近 他连忙躲进附近的棺材里 听到那些人还没走远 戴尔闻到一股腐烂的味道 转过头就看到死人 他吓得不停尖叫 棺材也被快速移动着 等到恢复平稳时 他已经躺在餐桌中间 戴尔急忙回头看去 会长露出诡异的笑容 他们还有另一重身份 感恩的吴家可归者协会 戴尔这才恍然大悟 他们根本就是实施鬼 会长直接掀开人品面具 准备享用大餐 戴尔吓得拔腿就跑 却被同事抓了回来 他其实也是实施鬼 杰西推门走了进来 他之前说过不吃肉 因为他只喜欢吃人肉 戴尔彻底绷不住了 自己竟然成了送上门的晚餐